三个懒人 从前,有三个兄弟特别的懒, 但他们的父亲却是一个国王。 国王一点也没有偏心, 对三个兄弟是一样的好。 所以,他不知道如果他死了, 该由谁来继承他的王位? 后来,国王真的快要死了, 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 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呀, 我就快要死了, 但我有一件事 一直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 就是由谁来继承王位? 现在,我决定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选一个最懒的人来做国王。 你们现在说说吧, 谁是最懒的人?" 老大第一个说,"亲爱的父王啊, 我想王位应该给我, 因为我是最懒的。 如果在我想睡觉的时候, 掉了一只虫子在眼睛里的话, 我宁可睁着眼睛着眼睛睡觉也不会去把虫子弄出来。 哈哈,我比你更懒的老二接着说,"亲爱的国家应该是我的了, 如果我在取暖的时候鞋子被火烧着了的话, 我也是懒得把脚收回来一下的。 还好,还好,"老三接着说,"父王啊, 看来王位应该属于我了, 因为我比两个哥哥更懒。 如果我要被绞死了, 这时候有人给我一把刀, 让我割断绳子的话, 我宁可让自己被活活割死, 也不愿意举手割断那根绳子。 你可真是懒到家了。 国王听到这儿便说," 那我就把王位传给你吧。 说完,头一歪就死了。